阅读单元七 朗读训练 目的在于协助家长 培训子女的朗读能力 借此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 大家都知道 有一些同学是害怕阅读的 他们真的不喜欢阅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致词解码能力弱 而且在平时阅读的过程里面 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因此他们很害怕阅读 我们怎么能够令到这些同学 害怕阅读变为不怕阅读 由不怕阅读再转变为喜欢阅读 由喜欢阅读进而化成阅读的习惯 方法当然有很多种 而其中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朗读训练 他只是拿着一篇文章 在家长在老师在同学面前高声朗读 他只要稍加努力 就可以完成他的课业 就有一定的成功感 平时同学为什么不喜欢朗读 他们一般习惯就是默读不出声 当然由于他们一旦读出声 他们知道就会读错 同学就会取笑 因此他们怕高声朗读 但是在默读的过程 他读到哪个地方 我们家长老师完全不知道 还有他读第二段的时候 他会不会去回读第一段 或者是分心读了第四段 我们也没有人知道 他阅读的速度是否快是否慢 也我们从不知道 还有在默读的过程里面 外面的声音会干扰他的阅读 还有他随时也会分心 大脑会想起另一些问题 所以在默读过程里面 我们难以监控学生的整个流程 但是如果用了朗读就不同了 只要他能够在家长的面前高声朗读 高声朗读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有很多 其中就是由于他要朗读 因此他有一个听众 听众就是同学老师或者家长 因此他的专注力就会集中 一字字地读 帮助同学集中注意力 是朗读训练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这个朗读的过程里面 由于同学要发声来读 所以外面的声音就难以干扰了他的朗读 同学在朗读的过程里面 在慢舌起头难 因此最初一定是拉牛上树 在字语解锚里面 是他会断句错误的 我希望家长给一些耐性 即使他读的时候声音小一点 某些字词读错了音的 我们应该语以包容 今年兴起的雪莲果 有那美人生的称号 因他产自那美洲的安 当第师生物 而且形容价值高 只要他能够每日定时 将这篇文章朗读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读完 我们应该语以表扬 很难得 你已经完成你的功课 让他们觉得 是家长重视朗读的训练 有一种成功感 由于朗读所需要的能力 是不复杂的 只要他能够通过家长的鼓励 每天都养成了朗读的习惯 他这个朗读的能力 流畅度、准确度 慢慢地提高 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参考一下 你可以将子女在第一次朗读的时候 用录音机录起 过了三个月之后 他朗读相同的篇章 你将两次的朗读 来比对一下 你会感受到 你会惊叹到 你子女的朗读 那种飞跃的进步 所以你会看到 朗读是能够帮助有读写困难 或者语文能力水平一般的 或者稍信的同学 可以提高他们的朗读能力 当他们在朗读过程里面有困难的时候 应该怎样做呢 家长可以从旁协助 例如他不懂的字、词、句 你可以帮助他朗读 或者是家长子女一同朗读 也可以是子女读一句 家长读一句 然后是后面的由子女再读下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 财神公仔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 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 他一手托着大大的金元宝 一手落着写有财源滚滚的 财源滚滚几个字的吠春 跟他作为财神的身份很相似 还有在朗读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的家长可以不用朗读 你在从旁做一个聆听者 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你没有看过这篇文章 你在旁边只是听他朗读 你已经知道他是否理解朗读的内容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句子叫做 画要画得好 字要写得好 因为它这么简单的句子 如果同学能够断句正确的话 他自然就读出来 家长的聆听就明白他说什么 但如果他说画要画得好 字要念念得好 这样的时候 字词解码的断句就会错了 在不适当的地方停顿 家长就会知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读什么的篇章 但我不明白你读什么 已经知道朗读的能力 和断句的能力 理解能力就是弱的 相反 如果同学子女读给你听 画要画得好 字要念得好 字字清楚 断句正确 作为家长聆听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你的子女 是有飞跃的进步 所以我们的朗读训练 应该要一方面培养 他们的朗读的习惯 二方面 我们对他的朗读有一定的要求 朗读什么材料 我们可以在阅读单元一 到阅读单元六 这六个单元里面 总共有一百二十篇的教材 当他阅读每一篇的教材的时候 他可以同时先朗读 一次到五次 大概是五到十分钟 朗读完 他就可以按照他朗读的流畅度 知道他已经对这篇文章 由陌生到熟悉 然后到回答有关的问题 做完有关问题之后 仍然可以请你的子女 再将这篇文章朗读一次 最后可以请他将刚才所朗读的内容 复述一次 用口头复述 不用看原文 用口头复述 在复述的过程里面 亦都容许你的子女 将有关的内容 可以增和生 那你可不可以不用看这篇文章 再复述多一次 给我听 外婆移民之后 去房子就没有人住了 那天我和我家人去外婆家 一入门 整个房子都很多层 还听到好像有蜜蜂的声 然后我们听着声音 走进去 走到厨房里 那厨房里 有个厨柜 突然有个洞 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用这些方法 去培训你的子女 来做这个浪章